北京时间8月5日凌晨 中国女排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对决 她们与塞尔维亚熬战四局 中国女排在先试一局的情况下 3比1完成逆转 大比分3比1全胜晋级淘汰赛 目前 奥运女排小组赛 仅剩巴西与波兰的比赛还没打 但总体排名大致已经揭晓 意大利排在第一位 中国女排排在第二位 有意思的是 今晚中国女排的对手塞尔维亚排在第七 按照奥运女排的淘汰赛规则 八强站分为两个半区 上半区排名第一的队伍对阵第八名 第四名的队伍对阵第五名 下半区第二对阵第七 第三VS第六 半决赛将由上下半区分别取胜的队伍 决出决赛的球队 按照目前的排名对阵的话 中国女排还要与塞尔维亚再进行一场对决 当然这只是预想 毕竟巴西以及波兰的实力不俗 这两支球队也已经提前锁定淘汰赛名额 如果巴西完胜波兰 那么中国女排将会滑落至第三名 反之中国女排仍旧可以排在第二 巴西与波兰的比赛将直接影响中国女排的最终排名 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中国女排已经锁定总体排名前四的位置 朱婷不在黄金期 中国女排缺乏主心骨 遗传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反而暴露出更大的漏洞 球队在领先后球员容易出现专注力的问题 包括主教练蔡斌的指教能力 在奥运会开始前都遭受了很多非议 如果说首战对阵美国女排 中国女排惊险晋级的话 那么随后的两场比赛 中国女排属于渐入家境越战越勇了 特别是今天对阵塞尔维亚的对决 第四局赛点 中国女排一度遭遇争议判罚 现场也没有给回放 但分算在了塞尔维亚身上 中国女排高兴太早 险些出乱子 越是在这种关键时刻 越能体现一支队伍的专注力 中国女排顶住压力 历经五个赛点 最终击败塞尔维亚 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女排 这句话永不过时 赛前谁能够想到 目前这样一支女排 能够在奥运赛场打出这样的水准 还记得上一届东京奥运会上赛场 还在黄金期的朱婷领衔的中国女排 被寄予厚望 但她们最终暴冷 无缘从小组出现 最终排在第九位 成为近十届奥运会最差成绩 时隔三年 中国女排已经逐步被排除 在了夺冠热门之外 甚至可以说 本届奥运会 她们也明显被忽视 很多资深球迷甚至找不到 关于中国女排的更多新闻 或者说赛程安排 以至于她们的比赛 缺乏足够的关注度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中国女排用表现 将自己打回热门 通过比赛 找回状态的女排姑娘们 以小组全胜的战绩 晋级八强 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一下 她们能够创下佳绩 放低预期与姿态 中国女排可以给我们制造惊喜 还是那句话 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女排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